大家好,前面的课程我们学行了Promise的一个基本用法 以及了解了Promise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上节课我们学习这些Promise的方法都属于Promise的实力方法 我们是不是都需要拗出一个Promise对象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对象再去点儿子或者点儿开齿 这些叫做实力方法 这节课我们再讲四个关于Promise的静态方法 关于静态方法的概念我们前面都讲过 就直接是Promise.r掉这个挂的名称 这种就属于叫做静态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对Promise提供的这四个静态方法 到底都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看代码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2-24.js 我们尽量每一个代码里面都是一个指点 这样的话大家回去复习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一些 OK 然后首先我们讲Promise.resource 其实通过这个名称 大家也大概能猜出这个函数的意思 resource在我们的实力化对象里面 是不是也有resource 它表示叫做成功 其实这个也是表示成功 我们先也是基本语法吧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P1等于resource 其实当前这个方法返回的就是一个Promise对象 比如说传递的参数叫做success 我们就传递一个这样的字符串 我们先输出一下P1 我们看看P1是不是一个Promise对象 大家看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resource的状态的这样一个Promise对象 resource的前面我们说过 它表示的是成功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说Promise.resource这个静态方法 就是表示一个成功的状态 然后呢 那我们试一试吧 成功的话 是不是可以P1.zen 因为成功进入到论嘛 然后呢 比如说这边有个res 第一个参数表示成功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边输出res 我们看看这个success能不能在第四行输出 大家看是不是能顺利的输出 说明它表示的就是成功 对吧 和Promise.resource对应的 还有个叫做Promise.reject 它表示的是一个失败的状态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参数叫做fail 然后呢 我再定义一个P2 这时候呢 我们输出P2 我们看一下啊 大概代码第八 它表示的是不是一个失败的 rejected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当前我们这样一个失败的情况 还没有捕获嘛 还没写这个catch 所以说这边没错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是jected 就是失败状态 对吧 然后我们看啊 比如说P2.r 失败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两种写法 第一种是不是论的第二个参数 第二种呢 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点 catch都可以啊 大家看 比如说有个er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er 这样的话 当我们对这个rejected的 这样一个失败的操作 进行catch的话 这个错误就没有了啊 保存 大家左边 错误提示就不存在了 然后呢 第十行 是不是顺利得到过这样一个reject 这样一个参数 OK 这是他们的基本用法 但是他们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 大家注意看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方法 就叫FO吧 然后呢 它可能有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叫做flag 我们通过这个传递参数呢 判断当前这个状态 到底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大家看我这样一个需求 其实很简单啊 比如说 如果当前我传递这个flag 如果它是一个true 那么是不是进入到f 这时候 我们比如说 就返回一个promise的项 这是不是你有一个promise对象 对吧 然后呢 对应着一个resort 比如说我这边就写一个成功的一个操作 失败的话呢 我先不写 这样的话 是不是简单凯数 换号也不需要写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我将resort 传入一个success 表示当前是成功的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掉用foo这个方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true 就表示这个操作是成功的嘛 当然在实际项目当中 可能有比较复杂的业务逻辑 在我这里面呢 单纯为了点语法 所以说我这边就传递一个true 表示当前f是能进去的 我能够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 那这边应该怎么写 是不是直接点自 因为当我们return了一个promise对象以后 在这边 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去点自呢 比如说res 大家看 我们输出这个res 大家看代码这22 是不是能够得到resolve这个参数 success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语言 但是大家看 比如说经过我的业务国际判断 如果当前的flag 假设是一个false 那么它是不是就会进入到else之类嘛 比如说它false以后 我也return 但是呢 我return的可能并不是一个promise对象 我可能return的呢 就是一个zoomtron 比如说就是一个fail这样的zoomtron 比如说我是失败 这种需求很有可能吧 成功的时候 我可能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 因为这里面 是不是可能有一些 应用无级操作 对吧 比如说这里面 可能有一些异步操作 但是呢 当我判断 fail等于false的时候 我可能这边 并没有什么异步操作 我直接就返回一个fail 那大家讲一讲 如果这边返回fail的话 假设我这边传一个fail fail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 if不成立 是不是进入到else 这时候这边有特认一个 字符串fail 大家讲一讲 如果我返回字符串fail的话 那么我这个zain 还能执行吗 字符串下面有zain方法吗 很显然没有 对吧 那会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 我保存 有没有发现这回就报错了 因为说fo这个方法 zain it's not a function 因为我返回的fail 这个字符串啊 字符串下面 并没有zain方法 所以说 这个错误事 它不是个方法 对吧 那怎么办 我的需求就是这样 那怎么能做呢 大家讲一讲 刚才我们说 promise.resolve 或promise.reject 它们是不是能够返回一个 promise.reject 另外 它的参数 是不是可以是个zum串 当然 比如说你是个number型啊 或者是这种 bord型啊 其实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看 那这时候 这个方法不行了 我还想希望它失败的时候 进入到zain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return 当前这样一个 promise的静态方法 然后呢 点 比如说 还是进入到resolve吧 当然你也可以讲reject 大家自己随意情况 reject就进入到catch嘛 resole就进入到zain 发生一个明了的意思 比如说fail 这时候大家再看 有没有发现 虽然我其实一开始想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边 就要用了zain 所以说 我们通过当前这样一个静态方法 把这个字符串包装起来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返回了一个promise的项 自然就可以调用点zain了 对吧 那比如说 我调用reject 那怎么办 是不是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抽作呀 比如说 然后呢 比如说我输出这个er 那当然 这时候是不是就是代码第28行 28行输出当前这样一个fail 对吧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例子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这个静态方法到底有什么作用了 因为有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并没有一个像这样一个promise实例 但是我还希望当前 继续这样用点zain 或者点cash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promise-resole 或者promise-reject 把我们这样一个操作呢 运装起来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返回一个promise项 promise-resole 表示是成功的状态 而promise-reject呢 就表示是一个失败的状态 我相信大家 对这两个静态方法 应该都会用了 对吧 我们再看下面的静态方法 另外呢 还有两个静态方法 叫做promise.all 和promise.rest 它们两个什么作用呢 我取例子 大家可以看 比方说 我先定义一个promise实例 等于new promise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参数 给它写成 比如说第一个参数 叫做resole 第二个叫做reject OK 我在这里面通过一个setTimeout 去模拟一个这样的 一步操作 大家看 比如说 这边给一个时间 一秒 我这边就输出一个1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promise的实话对象 然后呢 我再复制两个 第二个和第三个 这边呢 我改成2 输出2 比如说这边的时间 也改一下吧 然后这边p3 我输出3 这边呢 比如说是3秒 OK 这是我定义的三个 promise就像 我现在需求是这样的 我们这三个promise就像 每一个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 一步操作 对吧 我希望当前 这三个一步操作 都执行完成之后 我再去做一些什么事 大家想一想 通过之前我们学习的promise 基本预法 能够实现这样的需求吗 有同学说 那简单啊 你这个1秒 这个2秒 这个3秒 那我不是能算出来 它一步操作 到底执行多少时间吗 聪明聪明对不对 但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边写着setTimeout 你可能知道这个时间 但是如果我这三个操作 分别是三个 阿甲克斯操作呢 比如说 我举一个实际用场景 大家就听了 比如说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想上传一些图片 到服务器上面去 比如说 我想上传三张图片 但是呢 服务器给我们提供的上传接口 每次只能够上传一张图片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可能就要循环编例 当前的三张图片 一张一张的 往服务器上上传 比如说 当我的三张图片 都上传完成以后 我给用户个提示 告诉他上传完成 这种需求是不是很正常 大家想一想 这个需求来说 我怎么能知道 这三个图片 到底什么时候上传完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它可能跟 当前的网络情况 跟图片大小 跟服务器的显示时间 是不是都有关系 对吧 我这个例子呢 就模拟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相信大家能听清楚 这时候 其实promise早就考虑到了 它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做promise.all 大家看 all这个意思 是不是就是所有的 它后面的参数是一个 数组 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内容 都对应的是一个 promise对象 那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一共有 三个promise对象 对吧 那数组里面 是不是就是P1 P2和P3 这样就是三个 promise对象 组成的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呢 它后面 可以点 Z 大概结果 比如说当前 第一个参数 是成功 对吧 那第一个参数 是成功的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 是不是应该调用一下 resource 这边也调用一下 resource 然后呢 在这边 我们也调用一下 resource 我们首先看一下 当前 promise.all 它这个 RES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你看现在有没有返回值 那得一看 可能输出1 然后输出2 然后输出3 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123都完成以后 它才输出代码 第51行代码 这是不是达到 我们的需求了 因为当前 我们上面 三个promise项 去管理这三个 一步操作 都执行完成之后 是不是才执行了 我这个51行 这就是我们要的 只不过大家看 51行的返回值 好像是三个 按理负案的 对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对于resource 来说 我这边是不是 没有给它传递 任何参数啊 所以呢 其实这个RES 得到的就是 每一个promise项 就是resource的参数 组成了这样一个 数组 我们试试啊 我传这个参数 比如说 这种色复表示 1成功 然后呢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呢 表示 2成功 这个表示 3成功 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51行 会输出什么样的值 首先输出1 然后输出2 然后输出3 大家看 当3完成以后 是不是相当于是我 三个一步操作都完成了 这时候大家看 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是 前面这几个resource 它们的这样一参数 组成的这样一个数组 OK 就是等到 这个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promise项 都执行完成之后 它再去执行 后面的方法 这就是promise 的all 它的作用 但是我们再看 当前我们这个 三个是不是都是resource 都是成功的 对吧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失败的 假设大家看 假设我第二个 失败了 失败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叫用reject 比如说 这怎么写一个2 失败 那我们看看 这回会怎么样 既然失败了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 第二个参数 对吧 或者写catch 都可以 比如说 大家看 我这边输出一个err 我们看看 当前到底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因为我设计的是 第一个是成功 第二个是失败 第三个是成功 这有可能的呀 比如说我上次 传了三个图片 其中有一个图片 传了失败了 这有可能的 对吧 我们看看 当前会怎么样 1 然后呢 2 2失败 3 大家看结果 当我们2失败的时候 它是不是直接进入到 代码第54行 是不是直接进入到 这个错误里面 所以大家注意 promise all 后面这几个promise的项 只要有一个是失败的 那它就是认为 整个都是失败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这要注意 所以大家看 只要第二个失败 它是不是直接进入到 这个2失败 这个里面去 对吧 所以说大家看 代码第52行 你发现 其实根本就没有输出 这个52行指的是 clant 这个是 基础pac里面的代码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们要看 2-24.gs 这边的这个代码 你发现 52行什么 也没输出 因为52行是等到 这三个都成功的时候 是不是踩进去 但是有一个失败 是不是就会进入到 对应的这样一个 catch失败里面去 对吧 然后呢 跟promise all 对应的 还有一个叫做 我直接复制 叫做promise res res 这个单词的本意 是不是就是 竞赛的意思 大家看 比如说我现在 还都是改成成功的 然后呢 promise res 其实它的参数 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数组 里面也是 一个一个的 primise res 大家看 保存一下 大家看收入结果 大家没有发现 当1输出完成 那是不是相当于 输出和1 然后紧接代码第57行 直接就输出了一个 1成功 说明成功了 对吧 这什么意思 res这单词 叫做竞赛 竞速的意思 也就是说 当下面这个 每一个promise项 只要有一个完成 那我就认为 整个都是完成的 听懂了吗 这就是跟all的区别 all是不是 所有都完成 我才认为是完成的 而res的话 只要有一个完成 我就认为是完成的 当然 不一定是第一个 比如说我把时间改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呢 它可能要2秒 慢一点 第二个呢 可能快一点 1秒 大家看这时候 2会先出出哦 只要一个完成 就认为整个都是完成的 整个都完成 才会进入到认的 第一个参数码 对吧 听懂那意思 那如果有一个失败呢 比如说我们的还是 2失败了 达成结果 大家看 当2失败完成以后 那么整个的这个状态 是不是都认为 你是失败的 所以说直接进入到 五十九行 都认为失败 OK 这这两个函数啊 它们的区别和作用 那我们举一些 实际用场景 看看到底有什么用 比如说当前啊 我有个图片 这样一个数组 它里面呢 存储的是一些图片信息 当然我就随便写 一个图片信息啊 比如说 1.GPG 2.GPG 和3.GPG 就表示当前 我有这三个图片 当然这三个图片 并不存在啊 我只用它模拟一下 这个操作 大家看 我续说这样 我的图片呢 可能需要 一张一张的上升 当三个图片 都上升完成以后 我给用户一个提示 告诉它上升完成 那怎么做 是不是可以这样 看看 我们呢 先定一个 Promise数组 比如说 我们就叫Promise的 一个数组 是个空纸 那接下来 我既然要上升图片 那我是不是可能 要循环面利 当前的图片 所对用的数组 比如说 我们使用for each 然后呢 每一项都在item 看看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 一个一个的上升图片 上升图片这个过程 是不是也是一个 逸步操作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每次上升图片 我都new一个 Promise数像 后面有对应的参数 Resolve和eject 然后呢 这边对应的 就是放发题 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完成图片 上传的操作 当然图片上传呢 也属于是一个 逸步操作 我们在认为呢 并不会答点是说 图片到底如何上传啊 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OK 当图片上升完成以后 我调用一下resolve 当前这样一个方法 大家看啊 当前我图片 是不是一共有三张图片 所以说 for each的时候 会执行三次 也就会 new出三个 Promise数项 每个Promise数项里面 都对应一个 图片上传的 这样一个 逸步操作 OK 那我既然现在的需求是 想等到三个图片 都上传完成之后 我再给用户一个提示 告诉用户 图片全部上传完成 那我怎么能知道 这三个图片 到底什么时候 一张一张都上传完成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用到 Promise.O 但是Promise.O 后面对应的 是不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项 都是一个Promise一项 所以大家看 我们之前 是不是先定一个数组啊 当我们循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 对于数组点Push Push的话 是不是在数组里面 就会放一个值 我Push谁呢 Push的是 每一次 new出的 这样一个实力化对象 所以大家想一想 当我的后线环 执行完成之后 那么我数组里面 对应的是不是就是 三个Promise最下 所以说 我在这边 是不是可以 调用当前 Promise.O 然后呢 把我们当前 那个Promise的数组 作为参数 传进去 这时候呢 我们再点字 然后呢 如果Promise.O 能执行 是不是就说明 上面的每一个Promise 都是执行完成的 我在这边 给用户一个提示 比如说图片 全部上传完成 我们测试一下 大家看 是不是能够输出 第71行 全部上传完成 OK 就说明前面 这样的操作 是完成的 其实 当前这个应用场景 在项目里面 非常常见 比如说 我之前有门 小程序的实战课 里面有个功能 是在小程序端 上传图片到云存处 因为云存处提供的接口 也是每次 只能够上传一张图片 所以说 我当时也是这样 比如说用户选择了 9张图片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写一个循环 在循环里面 NewPromise就像 在这里面 我们调用云存处 给我们提供好这样的接口 我们把图片 从小程序端 上传到云存处 每上传一张图片 成功以后 云存处 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存处的这样一个地址 当我会有这个地址以后 其实 我就可以把这个地址 作为参数 传递到这 OK 这是我小程序竟的例子 比如说9个图片 那当我 铺设完成以后 我这个数据里面 是不是可能就有9个值 对吧 PromiseAll 其实这时候 它RES里面存的值 前面我们讲过 对应的 是不是就是 每一个Promise 项里面 有So传递的 这样一个参数 所以说 我刚才那个例子来说 这个数据里面 是不是就存的是 9张图片 对应的URL 在我们的项目当中 我通过PromiseAll 知道这9个图片 全都上传成成功之后 我们在PromiseAll里面 执行了一个 插入数据库的操作 这时候 其实我就完成了一个 从小程序端 上传多张图片 到云存储里面 并且可以把云存储 返回这样的地址 存储到数据库 这样一个操作 其实我就用到了PromiseAll 所以说 其实PromiseAll 是具有很多 这样实际的应用场景的 大家一定会用 接下来 我们再讲一个 关于PromiseAllRES的 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 大家可以听 比如说当前 可能我们要 加载图片 加载图片 大家想一想 这个图片 是不是可能 有的时候会加载成功 有的时候会加载失败 对吧 我希望当天 你的图片设置一个 超时时间 我们给你规定一个 比如说两秒 我希望 如果你两秒内 图片加载成功 OK 那你就给我加载图片 如果两秒内 图片加载不成功 那么我就显示一个 图片加载超时 大家想想这个怎么做 首先 加载图片 是不是一个 异补的过程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首先 定义一个方法 就叫做 getting image 这样的方法名字 我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每次 我进来的时候 我都加载图片 比如说定一个img 等于new一个 img对象 对吧 image 如果加载成功 是不是会进入到 unload里面 OK 这样的话 我们给image 设置它的src属性 大注意 比如说我这边 愿意的设置一个纸 当然这个值是我随便写的 比如xx.com 下面的xx.jpg 当然很显然 这个计指并不存在 对吧 所以说它会失败 然后大家想一想 我这边先空下去 比如说我还有个方法 叫做timeout 这个方法的作用 是用来计时的 因为刚才我说 我希望这个图片 如果超过两秒 你都没成功 那就算你是超时 对吧 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订计器 这个订计器作用呢 就是用来计时 当前两秒的时候 你是否成功的 OK 如果这时候还不行 那我们就抱一个错误 图片超时 大家想一想 这种操作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大家看 我们当前这个方法呢 会返回一个 对应的 Permist项 这里面 这个参数 我先把它补全 Result 和Reject 这个参数 其实大家写时间长了 就习惯了 大家看 这边呢 NewPermist项 然后呢 我把这些操作 都放在这个里面去 因为 我加载图片这个过程 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 异步操作 如果图片加载成功 OK 那你就登入 So 大家看 那如果当前 那个计时 自动操作呢 SiteTimeout 是不是也是一个 异步操作 OK 那我们同样的 return一个 Permist项 这里面也有 对应参数 没有方便 我直接就 说是不是 大家看 我把SiteTimeout 放在这个里面去 比如说 如果当前 是SiteTimeout的 那么 我就认为 你是失败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当前 如果你图片 没带来成功 而我当前 计时器去 倒是剪了 这不说明 你的图片 已经超时了 对吧 这时候呢 大家再看 我们在这边 写一个 Permist there Rest 为什么会想到Rest 因为 要么当前 你图片加载成功 要么当前 定时器到达时间 它们俩 只要有一个内容 完成 就说明 我当前 是不是就 就算是完成了 对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想到 这个Rest 这时候用All 是不合适的 大家看 它后面是一个数组 每一个值 都是一个Permist项 当前我这个方法 如果调用的话 是不是正好 反回一个Permist项 所以说 我这边 是不是可以方法 都反回一个Permist项 然后呢 我们再看 Timeout的方法 是不是也反回一个Permist项 所以说 这边也是方法交用 它也会反回一个Permist项 然后呢 这边去点字 这成功的 比如说 失败的 你可以放第二个 或者说 我们换一个方蝎蝎吧 Catch 都可以 大家看 在这边呢 比如说 我们打印出Rest 在这边呢 我们打印出这个ERR 我们看一下 当然 当前这个图片 是不是并不存在 所以说保存 大家看啊 来上我这边 是不是 第96行 述充了一个句话 当然收拾是按理犯的 为什么按理犯的 因为我叫Rest的时候 没传选和参数嘛 我把参数取得起权啊 比如说 图片 请求超时 OK 打开了 因为图片并不存在 所以说 unload的时候 它这边 根本就没有完成 对吧 但是呢 我的这个认识器 却已经到时间了 这时候就认为 当前图片是超时的 这时候Rest是不是刚刚好 或者说 我如果给它换一个 实际的一个地址啊 比如说 我们这边 写个地址 大家看啊 我这边复制广了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 也就是木克的首页的 那样一个logo啊 这个地址一定是存在的 大家看这个时候 如果是一个存在地址的话 那么 是不是第95行 其实就能够输出 当然 我掉用Resolve的时候 比如说 我把这个IMG 直接传进去啊 这样的话 95行打印出的 就不会是个 按理犯的 打卡 如果图片能够顺利加载 那么 Gate Image 这个Promise就像 是不是先到达 先完成 最初进入到Res的 这个这句话里面 否则 如果图片不存在 不存在的话 超时时间先到达 它是不是输出一个 图片超时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常见的 关于Res的一个 用场景 用它来计时 看当前完成一个 一步操作 和当前一个电视器 到底是一天完成 而达到一个 这样一个超时 或者是计时 这样一个目的 那这节课呢 我们讲过 Promise的四个 进态方法 第一个 Promise 叫Resolve 它是不是让当前 这个Promise 进入Resolve的 成功的 这样一个状态 比如说 有些场景的时候 我们可能并没有 Promise的对象 我们还想 加入点Zen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Resolve 把它包装成一个 成功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与之追应的 是Reject 它会把后面这个参数 包装成一个 失败的状态 这样一个Promise 然后Promise Or后面是不是 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内容 都是一个Promise 它表示的是 后面这个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Promise 都执行成功的时候 它才会执行 而Res 也是个数组 数组里面每一个值 也都是一个Promise 但是它跟Or的区别是 Res里面 只要有一个Promise 它就认为是完成的 而Or 要所有的Promise上 都完成 才认为是完成的 而且我们也讲了一些 在项目当中 一些实际的 应用场景 大家需要根据 不同的场景 选择不同的 Promise的静态方法 所以 经过这两几个课的学习 相信大家 已经对Promise 有了一个理解和认识 我们发现 其实Promise的 强大之处 不仅仅是 能够解决我们前面 所说的 回掉地狱的问题 另外 我们的Promise 是不是也可以处理 多个这种 并发的请求 对吧 获取并发请求 这种各种各样的数据 所以说 Promise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前面我们是讲过 Promise 是不是对于这种 异步状态 进行管理的 它可以用来解决 异步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说 Promise本身是异步的 不是这样的 而是因为 Promise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 写一些异步操作 Promise可以很好 对这些异步操作 进行状态的管理 这个就是Promise的 魅力所在 那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到 ES6另外一个 对于异步的一种 解决方案 叫做 Generator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大家加油吧